好 比赛开始 这是联赛第十轮 青岛海牛在主场对境山东泰山的比赛 我们又一次在中超联赛看到了齐鲁德比 踢了之后又伤了 最后一轮大胜武汉红涛开球进的一个球 现在看泰山队进攻 投球 菲莱尼的投球顶向了球门的远端 这下 对 这下我觉得运气是站在了青岛海牛这边 开场之后泰山队第一次进攻 前点克雷桑先带走了一个跟防的后卫 然后菲莱尼投来 冰冰 回敲 起 菲莱尼 跟进 打斑 这是菲莱尼的作用 一条三 对 一个健康的 对吧 然后体力充沛的菲莱尼心态 比较平静的菲莱尼 还是在高空上还是无敌的 对 他还是属于这个阶段 中超超一流的外援 对吧 对吧 所以说他起球的作用并不是特别的大 对 塔贝克也好 康瓜也好 他都不是高中锋的这样一个类型 康康 打一招远射 这球打得还不错 对 这招 这话最早的时候 山东队应该说对青岛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对 先看泰山队的进攻 刘冰冰 起球 跟进 这球李源依的抢射 这球李源依的抢射 这球给的不错 没有越位 右路推进 有机会 对 这个陈生铁这个倒三角的传球 还是很有想法 对 再找宋文杰投球 双方上半场比赛空球率相差不多 他战队55.6% 好球 看刘冰冰 刘冰冰打吧 球进了 漂亮 哇 就是右脚就不打 然后左脚打的是很坚决 上半场比赛的行将结束 刘冰冰 拉稳 看一下 突然后腰位置一个斜舱船 刘冰冰反应位插上 直接凌空打一脚 这球没毛病 没毛病 这一下直接就甩开了海牛的整条防线 这个后插上 时机非常好 对 而且没有过多调整 直接射门 对 黄冲一船的 对 所以你看 看到七路得比之后 又看到了 双方交手的第一个进球 来得如此精彩 打得真是特别 特别棒 看塔贝克这边 也在试图为海牛队来改写比分 塔贝克 过了菲莱尼 到了进圈内 哎呦 塔贝克险些为海牛队带来一个 扳平比分的机会 而康瓜的受伤下场 对于海牛的反击 有起两套 非常好的阵容 不越位吗 越了吧 应该越位了 是吧 中超现在是要延迟取棋 第二的一个可介入的范围 对 但我们看这次越位 将将越位 对 你看这就是比赛经验 因为他中路 他没推进 推进 这球误打误撞 来到了内部 王童 王童在观察中路的站位 有点慢了 危险 比较活跃 李元一脚球 投球 哎呀又是一个 差一点 他是占绝对优势 费莱尼的投球 还动对他 再做是更加 先看啊 李元一传进来 投球 对 会对他更加的严格 再来还有一脚 这应该要 收获了12个进球 一个助攻 这是海牛这个赛季 重点引进的前锋 对 这个数据 在武汉长江这个队 应该还是不错的 对 这边呢 克雷桑跟费莱尼 打了一个撞墙 球传得不错 舒布斯 低下没挺好 敲回来 上位 洪传 萨利奇 萨利奇正对球门 过了一个 这球想射门 他不停啊 直接迎上来 直接右脚 往前端呢 对吧 康瓜在右路 福布斯在往门前插 康瓜直接传球了 危险 正争 倒地 球 正龙 脚球 脚球 斗到后点 都会来 有机会 半转身打门 没有能够发声力 应该是刘军帅的射门吧 对 这边再起球 一个后仰的投球攻门 对 你看对方 换眼挑衅之后 大雷这边 手炮球发动反击 克雷桑 门前 费南多 哎呀 越位了 第一时间没给啊 这还不拒啊 他要等射门 他要等射门 对 等射门完成 再意识好 对 手炮球反击 给 这就完了 这有机会啊 找费来尼 做出来 做小了 还有 打一球 克雷桑 这个球打得太正了 这上江宁 横拨 再到幽路塔贝克 机枪上去防 塔贝克船中 横向船地 到了右路塔贝克 直接起球船中 这球你看 可以直接打了 料理商 射门 正龙 过渡到锁路 对 带船 哎 没出现吗 有优势 再看一下这球 他真没出啊 这个角度看不清啊 这个角度看不清啊 再看一下 许东传球 敲回来 这慢点了 好 比海鑫 直接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 在中超联赛的 第十轮 时隔十年的 七路得比战当中 他战队在客场 1比0 小胜倾倒海牛